眼前曾經觸犯了可怕的禁忌 闖入邪教禁地 觸怒沉睡中的邪靈 国片咒票房突破一亿七千万 电影里的美术设计 增添毛骨悚然的氛围 其中地道内 镜子上写着咒语心萨抚眸 出自于一名大学生之手 那个符号是美术设计的创作 那我只是负责执行 把他那个符号 材质质感 呈现出来 沾着红墨水拿起毛笔 在大镜子上书写 木门上的火佛修一咒语 还有佛母红布上的生死有名 都是今年二十五岁李俊逸书写 原来他从国小就开始学书法 让观众觉得说这是 这是一个某种邪教组织 把字体设计的简单易懂 又能传达音森氛围 是李俊逸跟着美术组和导演 一起思考而创作的结果 目前正在美国担任交换生 也因为有业界经验 获得芝加哥哥伦比亚学院 导演系研究生邀请 加入四部学生短片制作 国中到大学都是美术科班 让李俊逸累积国内外 电影美术设计经验 毕业后会回台湾 继续投入他热爱的影像制作工作 TVBS新闻小明珍杨慈盈 台北报导